大家好,我是Den 从这系列有拿在第77届看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 遭到女性保安种族歧视的指控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有拿在红毯打招呼时 被一名保安高高举起的手拦住 显得有些犹豫 据了解证明女性保安在白人演员站在红毯上时 并没有阻止拍照 但对于有色人种的演员则催促他们快速入场 特别是 她用手臂挡住他们的上半身阻止摄影师拍照 在公开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演员Kelly Rowland被保安阻拦时 警告该保安不要碰触她的身体 多名名家出身的女演员 则推开了保安的肩膀以表达她的不满 而予娜在被保安挡住前方时 显得有些犹豫 但随即恢复了状态 微笑着离开了 对此外媒采访了刊的前保安 但得到的回应是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不过国内外的网友们都表示 这是种族歧视 应该有人制止她 持续提出指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疯了 主办方就这么放人不管吗 那名保安根本不是在执行保安任务 反而是像准备打架一样 模特想要走出来 他不让模特出来 甚至强行推回去 不仅女保安 连其他保安的行为也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 那段多名家女演员的影片中 不仅女保安令人生气 连男保安们也完全没有颜色 真的 那条裙子的亮点是后面拖得很长的设计 但他们却不断地抓住她 真是让人无语 尤拿看起来也很惊讶 但在这种情况下 她依然美得惊人 所以 对于尤拿在看电影节 遭到种族歧视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歌手BB在大学庆典舞台上的发言 引发了热烈讨论 5月27号 网络上出现了一段 BB在校庆舞台表演的影片 在该影片中 BB在与学生们交流时 说到讨厌学校的人 觉得学校浮夸她的人 厨师贬低男性生殖器官的名词 像那个一样 非常糟糕的意思 虽然这个词 在韩国很广泛的被使用 但如果把韩国脏话 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的话 嗯嗯 是上等级 是非常低俗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夸张了 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挂在嘴边的 就是想退学 这不就是在学生面前 想要活跃气氛的话吗 是很像嗯一样 但在学校庆典上 特意说这种话 感觉有点不妥 自己心里觉得那样 或在私下讨论 或在匿名论坛发言 是不一样的 而且那明明是低俗的脏话 又不是在电视上说的 如果在庆典上说的话 就那么过去吧 清场气氛不也是很好吗 如果是男性饶舍歌手 在庆典上这么说 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人抱怨 事情也许就这么过去了呢 所以对于BB在大学庆典上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以Shopono把拿下 韩国所有音乐榜一位的Aspot 在5月27号 公开了正规第一张专机的 主导歌 Amageddon Amageddon一公开 就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台湾、香港、挪威等 全世界25个国家地区的 A君子排行 拿下了一位 创下了自身最高纪录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spot先取Amageddon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Aspot的歌里 这是我第一次一听就喜欢上的 真的很棒 我个人更喜欢Shopono把 相较之下 Amageddon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感觉像是用Aspot的风格 重新解释了Sapteji 说实话 这首歌并不是那么大众化 感觉Shopono把要吼得多 哈哈 他们在MV上花了多少钱呢 在未来的K-pop 可能很难再出现 比这个更精致的MV了Shopono把排名1位 Amageddon排名10位 美轮排行榜上的成绩说明了一切 老实说 歌曲不怎么样 但MV真的是疯了 这首歌真的超好听 而且这次的MV也超厉害 真的像在看电影一样 这次回归完全大获成功 Aspot太棒了 所以 Aspot先取Amageddo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ASpots